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4月5日 我们从全球媒体资源和独家专家分析中 为您带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欧洲领导人前往北京 希望推动乌克兰和平 同时平衡商业关系 CNN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本周前往北京 试图说服中国为乌克兰的和平 做更多事情 马克龙在约50名商界领袖的配同下 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当时欧洲正忙于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毁灭性战争中寻求和平 对中国来说 这次访问提供了一个机会 可以在三年的大流行相关破坏之后 修复其形象 目的是 找到确定解决方案 以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方法 此行是在习近平 不到一个月前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后进行的 他和弗拉基米尔 普京确认了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一致 目前尚不清楚 北京是否会改变 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 乌克兰冲突政治解决方案提案中的立场 包括冯德莱恩在内的欧洲领导人 批评了乌克兰冲突 除了解决关键的地缘政治问题外 中国与来访的欧洲政要之间 还渗透着广泛的商业利益 中国海军侦察舰停靠南非港口 彭博社 虽然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 但在南非与中国和俄罗斯举行海军演习不到两个月后 监测船远望五号本周在德班港停靠 该船可以跟踪火箭和航天器的发射 导致人们担心南非正在向俄罗斯和中国靠拢 尽管其大部分贸易都是与西方国家进行的 虽然远望五号不是新的 但印度最近对该船停靠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 表示担忧 南非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批评 其是否允许俄罗斯总统普京 参加八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的考虑 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安 中国领导人在与东盟大国的会谈中 强调基础设施和供应链 南华早报 中国高级官员呼吁加强 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这两个东南亚最强大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合作 周二 越南总理范明正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通了电话 李强 表示 中越两国应携手构建互利稳定的产业供应链体系 他补充说 两国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促进全球贸易和基础设施联系的战略 以及两廊一圈倡议 连接中国和越南边境地区的经济区 与此同时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在北京与印尼对华合作协调员举行会谈 王鼓励印尼进一步参与中国多边经济倡议 并敦促两国深化基础设施和海洋事务合作 同时加强金融 绿色经济和粮食安全发展 北约新扩大会谈中乌 德国之声 在比利时举行的峰会上 北约代表表达了对中俄关系恶化的担忧 并讨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访问莫斯科的影响 人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向俄罗斯供应武器 这可能会帮助他们攻击邻国乌克兰 以及俄罗斯可能会支持中国对台湾采取的侵略行动 这些讨论进一步强调了 本组织需要与全球范围内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发展关系 尤其是在亚洲和欧洲持续存在安全和政治问题的情况下 与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和日本 他们都出席了会议 讨论了因乌克兰局势引发的印太地区问题 此外 芬兰在峰会上成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 成员国还讨论了鼓励国防开支 以及将当前GDP支出承诺至少用于国防的2%的必要性 这可以用来抵消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外的侵略 随着苹果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印度制造的iPhone销量激增 南华早报 根据Counterpoint对2022年的市场研究 去年印度为Apple生产的iPhone销量同比增长65% 而价值增长162% 这是Apple占印度智能手机总出货量的25% 是印度智能手机总出货量的两倍前一年 因为它的目标是使其供应链从中国多元化 据报道 合同制造商富士康计划投资7亿美元 在印度新建一家工厂 以扩大当地生产 一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称 富士康将使用超过2亿美元 在印度南部泰伦甘纳邦新建一家AirPods工厂 报告显示 到2027年 印度预计将组装高达50%的苹果iPhone高于5% 马克龙敦促中国习近平放弃对普京的乌克兰战争支持 金融时报 据报道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利用他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影响力从乌克兰撤军 据白宫称 马克龙访问北京之前 他曾致电美国总统乔拜登 拜登领导人重申他们坚定支持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持续侵略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将加入马克龙的行列 但专家预计中国领导人不太可能放弃对普京的支持 乌克兰总理戴尼斯 史梅哈尔此前呼吁中国与西方国家一道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中国将其定位描述为不结盟经纪人 随着中国对银行业的打击加剧 光大前董事长受到调查 南华早报 作为政府不断升级的金融业腐败打击行动的一部分 对国有企业中国光大集团前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一份简短声明 李小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该公告是在反贪机构对30多家国有企业展开进一步检查之后发布的 作为这次检查的一部分 他还将检查包括中国光大集团在内的5家先前被针对的金融公司 自2月下旬以来 至少有20名财务高管受到调查或处罚 价值60万亿美元的中国银行业因旨在降低风险 恢复增长以及改善与外国企业和私营企业关系的影响深远的打压行动而动摇 在最近的打击行动中 银行业高管上周晚些时候收到警告称 行动尚未结束 因为该国正着手调查近20年来最资深的国有银行家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反贪机构的官员 召集了至少6家大银行的高管 就对中国银行前董事长刘连格的调查进行了调查 媒体和官员称 沙特伊朗高级外交官将在中国会面 路透社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外长 今天将举行大约7年来的首次正式会晤 上个月由中国斡旋在北京举行的会议 旨在商定两国外交和解的下一步行动 利亚德和德黑兰上个月宣布恢复关系 并重新开放大使馆 此举对沙特安全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它寻求与邻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并减少伊朗支持对沙特基础设施 包括其石油部门发动袭击的可能性 然而周日与伊朗结盟的野门胡塞运动 在马里布市发动导弹袭击 造成数十人受伤后 紧张局势加剧 这次袭击发生在沙特阿拉伯 宣布一项新的和平倡议 已结束野门冲突的几天后 台湾总统将在加州与美国众议院议长 举行历史性会晤 路透社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与美国众议院议长 凯文麦卡西会面 这是自1979年 美国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为北京以来 台湾领导人与美国高级政客 在美国领土上的首次次类会晤 这次访问激起了愤怒在中国 他声称这个自治岛屿是自己的领土 蔡英文原计划参观 位于洛杉矶附近的 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罗纳德 比根总统图书馆 在纽约中途停留后前往中美洲 麦卡西此前曾建议访问台湾 这可能更具挑衅性 然而 中国对今年8月 麦卡西的民主党前任南西 佩洛西访华反应强烈 并承诺坚决捍卫中国主权 密切关注麦卡西与蔡英文的会面 富士康创始人竞选台湾总统 英国广播公司 苹果供应商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 已宣布为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 KMT进行第二轮总统候选人提名 该党历来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 辞去富士康老板职务后 他未能在2019年获得提名 随着蔡英文总统在美国 郭台铭表示 避免与中国开战的唯一途径 是缓和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 并罢免台湾执政的民主党进步党DPP下台 北京认为台湾是一个自制的分裂省份 但台湾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拥有自己的民选领导人 如果郭台铭成功竞选总统 预计他将采取比现任政府更加友好的态度 习近平拉拢马克龙希望制造欧美距离 悉尼先驱晨报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正在访问中国 以改善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商业关系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为期三天的访问是中国疏远 其前亲密盟友美国的标志 这也表明政府正在努力加强与法国的关系 尤其是在德国前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 Angela Merkel卸任之际 马克龙的访问正指美中关系处于低谷之际 中国正试图阻止欧洲 在关键技术出口管制等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 马克龙此访意义重大 在中方看来 他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能源公司Electricity da France 废物和水资源管理公司 Violia Environment 以及火车制造商奥尔斯通等公司的代表 陪同他此行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 正在努力确保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宽体飞机 最早可能在本周达成协议 我们应该试图书写大流行历史的对立尝试中 吸取教训 金融时报 COVID-19基因组序列的起源存在争议 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质疑 由张永镇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联盟 是否是第一个发布数据的人 全球禽流感数据共享倡议组织DZ声称 它比Yongsen的团队早24小时就共享了COVID-19基因组数据 关于哪个团队首间发布数据的争议 凸显了大流行期间数据共享如何成为政治雷区 据报道 一些科学家对DZ的说法感到困惑 他们知道没有人从其网站上获得了第一个序列 COVID-19基因组在临床研究 疫苗开发和更广泛的研究中备受追捧 以开展抗击该病毒的研究 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政府都想要它 并且热切期待它 然而它最终被高度政治化 几乎就像是一场争夺第一个功劳的竞赛 这给控制病毒传播的难度增加了一个维度 关于基因组发表时间和地点的争议 对于准确记录COVID-19历史非常重要 基因组的重要性如此之高 以至于当户首次收到它时 它希望尽快将其公开 该组织最初记录数据 是在2020年1月12日公开共享的 尽管DZ对户的时间表提出异议 科学杂志的文章 强调了人们对基因组起源的重要性的轻视程度 提醒我们它的重要性 因为它在疫苗和诊断学开发中的应用 安华的北京之行 强调经济联系 南中国海 日经亚洲 马来西亚总理上周对中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 强调了两国之间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 访问期间 他与习近平和李强举行了会谈 并出席了中国主导的博鳌亚洲论坛 在对马来西亚工业产出至关重要的项目上 获得了中国的大量投资和合作伙伴关系 然而 马来西亚总理表示 它的国家不会屈服于北京在南海能源勘探问题上的意愿 后者被指责在南海增加海上活动 安华对南中国海事有和天然气勘探的评论 表明马来西亚对中国一些更具侵略性的海事政策的立场变得强硬 南中国海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舞台 因为该地区的几个国家 包括台湾 中国 菲律宾 越南和马来西亚 都声称拥有部分水稻的所有权 中国在南海广泛开展的活动 包括建造人工岛屿 受到其他国家的怀疑 并指责北京实施领土扩张主义 相比之下 中马经济关系不断深化 马来西亚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中的几个国家之一 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每年 超过1500亿美元 然而 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作用不断增强 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 将如何平衡其经济关系 与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 仍有待观察 中国释放日本公民 将是迈向稳定关系的第一步 日经亚洲 日本外相最近访问中国与北京高级官员会面 这标志着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 存在问题的关系可能会得到推动 与新任总理李强 高级外交官王毅和外交部长秦刚的会晤 是积极的一步 尽管仍有未解决的问题 鉴于该地区围绕朝鲜与美国之间 升级的可能性的担忧程度不断上升 这次访问的时机值得注意 作为未来合作的一部分 已敦促北京释放所有被拘留的日本国民 包括那些为日本公司工作的人 他们的拘留 使外国雇主无法将公司高管和员工 泰往中国 从而破坏了商业关系 两国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良多 包括有可能作为最近宣布的 90亿美元基础设施基金的一部分 共同向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基础设施资金 对日本而言 此类合作还可以延伸至中国 解除基因担心 2011年和灾难后的浮导辐射 而实施的日本食品进口禁令 新书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 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国共产党 军队和经济的巩固控制 并探索了他实施的系统性变革 该书详细介绍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聚焦中国最有权势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 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未来高层政治的走向 在亚马逊上提供Kindle电子书 和平装本格式以及多种语言版本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关键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根据您感兴趣的领域提供易于访问 且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 https冒号斜杠斜杠66.WORLD